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墨南呢 现在是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芽了 那么在夏季也就是新芽 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我们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 这样的话才能让你的新苗能够顺利的生长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芽芯腐烂 或者是出现一个倒苗的危险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防虫害 那么夏季的话呢 高温高湿特别容易滋生一些虫害 比如借克虫啊红蜘蛛啊 或者是牙虫小黑菲各种虫害都是经常常见的 那么这些虫害的话 它会啃食你的南花新芽的这个叶片 或者是芽芯 然后呢导致你的这个新芽腐烂 或者是直接烂掉要不了了 而且有一些虫害的话 它会啃食南花的叶片 它会带来非常多的病菌 导致病菌的侵害 那么对这个南花的生长也是特别不利的 所以一定要防虫 防虫呢 我们可以给它喷洒一些沙虫 或者是给它在盆土里面的埋上一点小白药也可以 那么就是第一个防虫害 第二个就是防病害 夏季高温高湿特别容易滋生病菌 而且如果我们不小心把水呀 浇到这个夜心里面会导致夜心腐烂 然后滋生病菌 那么你的新芽就会出现这个软腹禁腹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夏季呢 一定要做好这个杀菌措施 怎么杀菌呢 我们要做好这个通风管理 然后呢 定期给它喷洒一些杀菌药 杀菌药我们有经常常见的多菌磷 或是带神猛心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家庭使用的话 可以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小粉药也可以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管住自己的手 很多花有啊 看到长出的新芽呢 经常喜欢用手拨一拨 看它有没有在生长 有没有长根 那么这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我们经常触碰你的这个新芽 会导致本身它在长根的情况下 你一直掰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它的新芽断掉 或者是让它没有办法扎根起来 那么对它的生长也是特别不利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呢 不能够在浇水或者是施肥的时候 把这个水呀 或者是肥呢 滴入它的芽心里面 或者是滴入它叶片上面 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芽心腐烂 或者是烧根烧苗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几个防护措施才行 所以呢 大家在夏季这个墨南 它的这个新芽生长的这个阶段呢 大家就一定要做好 这个新芽的这个保护措施 就要做好这两房 再加上管住自己的手这三个措施 这样呢 你的新芽才能够顺利的生长 当然我们还要适当的给它补肥 来促进新芽的生长 补肥的话 大家可以用一些南花专院有精芽液 或者是一些比较温和的缓释肥 反正是不要太过刺激 太过浓的肥料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